小朋友们好,今天我们要上的是国语 所以我们要拿出这本书 ASAS DULI SAN A HINGER Z 先拿出这本书哦 小朋友们可以直接翻开第十四页 今天要学的字母是什么呢? 今天要学的字母是字母M 对了,字母M 对了,很好 OK,今天要学的是字母M 好,字母M会学到什么生字呢? 那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睛 眼睛就叫MATA MATA就是眼睛 对了,好,我们来读MMA T ETA MATA 好,再来一次哦 MMA T ETA MATA OK,很好 MATA是眼睛 对了,好 MATA就是我们的眼睛 好,接下来就到MU LUT 嘴巴 MU LUT 嘴巴 好,来读MU MU LUT MU LUT 嘴巴 MU LUT 嘴巴 很好 好,那么在开始写之前 我们先来读题目 SURY DAN DULIS 所以他要求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对了 他要求我们做的就是跟着这个虚线来写 好,M怎么写? 好,我们用我们的小手指 OK,跟住1,2,3,4来写 好,跟住老师哦 OK,首先我们的小手指呢,去找1 1,1是直直写下来 直直写下来 然后到2 2 好,3写上去 3是写上去 4就下来 4就下来 OK 所以这样子呢,就是M M字母 M 好,很好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动笔写咯 好,我们去找什么呢? 去找我们的小黑点 好,小黑点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先怎么样? 对了,我们1是要先下来先 OK,所以先写下来 OK,然后过来 上去 下来 很简单 好,再来后我们去找我们的小黑点 OK,从小黑点这里 下来 OK,再回去小黑点 下来 上去 下来 对了,很好 好,我们再写多一次哦 上去 下来 对了,到我们写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念M M 对了 上面的虚线小朋友们就自己完成哦 现在老师要教这个没有虚线的 好,同样的步骤 我们从这里 先直直下来 回到刚才的这里开始的地方 对了 下来 上去 再下来 就可以写到很漂亮的字母 欸,如果还不熟的小朋友们 同样的可以点上一个点 然后从这里 怎么样 直直下来 很好 然后再回去小黑点 好 下来 上去 对了 很好 好,再来一次哦 可以写上小黑点 OK,从这里下来 OK,回来 从这个小黑点 下去 上来 下去 对了 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字母 M 对了,很好 那么我们来复习一下 这个是 很好 这个就是字母 M M 好,那么眼睛叫做 MATA 眼睛叫 MATA 很好 那么嘴巴就叫 MULU 嘴巴叫 MULU 好,那么今天的国语就上到这里哦 谢谢小朋友